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粉丝 因为有多位巨星邀请我来 做他们一天的造型师 真的很兴奋 好像今天是来立像工作坊实习的 发完梦了吗? 要跟我开工了 蛤? 为什么要开工? 不是做造型师吗? 喂! 为什么要开工?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7点就会开工 因为10点时立像馆就会开门 给游客去参观 我们7点至10点在立像馆开门前 就会去巡视每一个立像 帮他们梳头、补妆 还有看看有些手饰有没有松了 务求立像在最完美的状态之下 给游客去见识去参观和拍照 其实在这里做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随时 其实会不会把门关掉后 他们就会翻山珠萝卜 所以有艾人一起聚在一起 晚上是他们的私人活动 入口我看到游客来的时候 就会看到他们很开心 因为看到自己很喜欢的偶像 看到他们超级热情 可能会有一班人一起 围着嘉嘉跳舞 拍片 就会帮大家疼他们喜欢的纳像名人 还有我试过有我们周杰伦 拿了进去保养 有粉丝去找周杰伦 然后他知道他不在的时候 他哭了出来 其实我们的箱里面 就有我们去打理服饰 头发的工具 或者鞋 因为纳像和真人用的东西 是一样的 他的头发是真人的头发 所以我们都会有些 基本的头发用品 鞋、衣服 可能有些针线 那我不如示范一下 如何去打理 譬如吴均嶼的头发 可能我们会有 hairspray 可能我们就会查一下衣服 需要不需要去修补 你手上的调色盘是做什么 其实这个调色盘 就是纳像上面 你看到的颜色 纳像上面所有颜色 都是由油彩去上色 为什么用油彩不用水彩 因为水彩是水溶的 油彩是油性的 就会有防水的效果 和会耐很多 漂亮很多 和它有透明度 就会做到皮肤一层一层的感觉 这个也是我们每日日常的工作之一 当我们每天去检查纳像的时候 可能会检查到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的游客很喜欢利中石 可能会摸它面珠灯 或者疼它 有些地方 颜色就会比较容易脱落 我们就要補颜色 我现在示范一下怎么補颜色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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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按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些少少蠢色 其实游客来到会不会把整个造型都搞乱了 其实也不会的 因为有时游客很热情 看到自己偶像 我会抱住它 或者抱住 可能有时有些胎都弯了 我们就会把胎都绑好 这个蠟像 大家会主动转着它 可能这些衣服 我们定期就会拿去洗 那你买了衣服之后 它穿什么 我们会有士啤衣服 对 我还说没有衣服 而且我们会定期 将蠟像 拿回我们的工作坊 做保养 就会由头到尾 都帮它收回年轻 会洗头 又会化妆 可能会换眼睫毛 换新的衣服 那有身材洗衣 我可以帮你脱衣服 好 阿藝说 做工作坊艺术师 如果收到过艺术 或有舞台 和服饰的相关经验 会比较好些 而不是太多人做过相关的工作 因为香港只有一间蠟像馆 不过 只要有空缺的话 蠟像馆都会请本地的艺术师 如果有兴趣 大家不妨试下 原来蠟像工作坊的制作人员 不单要有艺术这方面的知识 还要细心 有观察力 还要对每一个蠟像都有爱心 我不说那么多了 我先给他们换衣 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